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撞向了路边的护栏 并将车内的一罐化学废料甩进了河中 而养猪人又把受到河水污染的昆虫当成食物喂给了蜘蛛 这导致蜘蛛发生了变异 短时间内就长大了许多 可养猪人还觉得自己就要因此发大财 完全忽略了即将引发的灾难 而就在他为一个名叫麦克的小孩介绍这些蜘蛛的特性时 一只大蜘蛛已经从饲养箱中跑了出来 他在小麦克离开之后便攻击了养猪人 养猪人东倒西歪又撞到了很多饲养箱 使得更多的蜘蛛爬了出来 这里也随即变成了人间地狱 一个星期后 小麦克在去往蜘蛛农场的路上遇到了自己的母亲珍妮 身为警长的她正带人处理那桶将河水污染的化学废料 由于珍妮认为蜘蛛农场过于危险便不同意麦克继续前往 而在返回小镇的路上 珍妮又打到了跟一帮小混混一起飙车的女儿阿丽 于是她随即将阿丽带上了警车 当天夜里 一户人家正在装修房屋 但家中的小猫却被一只蜘蛛吸引 随即也钻入了墙中 可随后 小猫便被可怕的蜘蛛残忍杀害 第二天一早 警长珍妮就接到了户主的电话 但珍妮对于小猫喂吃的事实有所怀疑 并没有放在心上 而这时 一个名叫克里斯的男人又出现在珍妮的家门口 原来 克里斯一直喜欢着珍妮 但珍妮当年却与别人闪婚 这样克里斯最终远走他乡 直到最近才回到了镇上 而得知珍妮早已离婚的她 也随即鼓起勇气约珍妮一起吃饭 但这时 迈克却趁母亲与克里斯聊天的间隙偷偷溜出家中 再次来到了蜘蛛农场 只是这里早已布满了猪网 养猪人也不知去向 而顺着地上蜘蛛的脚印 迈克又走进了一个矿井 并看到了一只巨型蜘蛛 于是他迅速转身离开了矿井 之后 带着一条蜘蛛断腿的迈克 刚好搭到了矿井拥有者克里斯的车 在路上 迈克向克里斯讲述了蜘蛛变异和养猪人已经被害的推断 但克里斯却将这些当成了小迈克的幻想 另一边 阿丽的男友布瑞特想要强行与阿丽放飞自我 于是 阿丽便用母亲给的电击枪将他弄出了车外 然后自己驾车离去 但布瑞特却发现山坡上突然出现了很多巨型蜘蛛 惊恐的他立刻让同伴们赶紧离开 可花音刚落 蜘蛛就扑向了他们 布瑞特一行人只能骑上摩托迅速逃离 但蜘蛛却紧追不放 不断地围猎着众人 公路上的一辆油罐车也不幸被这群蜘蛛围堵 随即失控 撞向路边发生了爆炸 布瑞特则继续骑着摩托冲入了矿井 往深处躲避 而此时 克里斯的姑妈为了寻找自家的小狗 也不慎被地下室洞穴中的蜘蛛抓走 听到动静的克里斯随即前去查看 并在地下室的洞穴中发现了巨大的蜘蛛断腿 他这才意识到小麦克所说的就是真相 于是 克里斯立即来到了珍妮家寻找麦克 但麦克通过蜘蛛断腿推测 克里斯的姑妈是被雄性蜘蛛捕获 她会被蛛丝包裹 然后献给雌性蜘蛛 因此短时间内并没有生命危险 而这时 刚洗完澡的阿丽突然被巨型蜘蛛袭击 尖叫声引来了珍妮与克里斯 克里斯原本准备与蜘蛛搏斗 但她同样被蛛丝粘到了墙上 幸好珍妮持枪返回将蜘蛛杀死 克里斯与阿丽才逃过了一劫 由于电话线路被白天油罐车的爆炸所毁坏 所以珍妮便叫来了警员派特 并在解决了几只巨型蜘蛛后 带着众人赶向了一个私人电台 接着 珍妮便利用小黑的电台 向镇上的居民广播了巨型蜘蛛即将到来的消息 她还让民众赶紧前往新建的购物中心 因为那里的钢制大门可以抵挡巨型蜘蛛 但此时 变异蜘蛛已经在镇上肆虐横行 很多人都遭到了他们的攻击 而当珍妮一行人赶到小镇时 这里早已蜘蛛遍地 有人试图开车逃跑 也被巨型蜘蛛拉下车门拽了出来 珍妮健壮只能继续用车上的广播 但当她看到群众纷纷冲向购物中心时 才发现人群后面如潮水般涌来的蜘蛛大军 接着 克里斯便迅速关闭了购物中心的大门 珍妮和派特则在门口不停地击杀袭来的蜘蛛 为人群躲入购物中心争取时间 在大门即将关上的前一刻 珍妮才成功躲了进来 而受到惊吓的人们开始不断地叫嚷 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对蜘蛛有研究的迈克则告诉大家 蜘蛛容易被震动所吸引 所以每个人都必须保持镇定和安静 而为了联系到警察 克里斯与小黑决定爬上楼顶的天线 因为只有那里手机才能收到信号 但就在克里斯联系到警方 告诉他们小镇上有巨型蜘蛛时 对方却认为这只是一个无聊的恶作剧 而眼见越来越多的蜘蛛向两人袭来 勇敢的小黑便决定引开蜘蛛 他随即跳下了天线 并在走投无路时跳下了楼 克里斯则趁机利用线缆滑入了通风管道暂时脱险 另一边巨大的蜘蛛慢慢刺穿了铁门 而胆怯的镇长却趁大家不注意躲到了储藏室中 可这一切正好被阿丽看到 他随即便告诉了母亲 一名矿工则表示那里可以通往矿井 珍妮听闻便让孩子和受伤的人们前往储藏室躲藏 而这时超大蜘蛛也将大门攻破 但他却没有进来 而是让无数小蜘蛛先向人群发起冲锋 面对密密麻麻的变异蜘蛛 众人根本无力抵抗 珍妮只能带人迅速撤退 混乱中派特与人群走散 他独自杀出了一条血路 离开了购物中心 但这时他却遇到了从楼上坠下的小黑 两人随即一起逃离 另一边珍妮发现了在通风管道中的克里斯 他随即将克里斯救了出来 然后一起来到了储藏室 可通往矿井的大门已被镇长锁住 众人都被堵在了这里 幸好这时布瑞特开始插车冲进了储藏室 大家这才有了逃生的希望 原来骑车躲进矿井的布瑞特遇到了镇长 可就在两人准备一起逃离时 蜘蛛却突然掳走了镇长 布瑞特无路可逃 这才开着插车冲进了储藏室 而众人眼见通道打开 便迅速进入矿井 可由于矿井中充满了澡气 开枪就会引起爆炸 这样遇到蜘蛛的异形人进退两难 好在关键时刻 珍妮用弓弩射杀了蜘蛛 接着 众人又在矿井中发现了被蛛丝包裹的镇长 于是克里斯让珍妮带着大家先行离开 自己则留下来找到了被蛛网困住的姑妈 而这时 她又发现了父亲当年所说的惊况 但她还没来得及高兴 巨型母蜘蛛便来到了两人面前 不能开枪的克里斯只能掏出香水 对着蜘蛛一顿狂喷 然后带着姑妈骑上摩托迅速逃离 在逃出的过程中 克里斯还将一盒火柴安置在了电灯上 而此时 已经逃出的珍妮重新启动了矿井的电力 亮起的电灯点燃了火柴 并引起了剧烈的爆炸 所有的变异蜘蛛都被大火吞噬 克里斯则驾驶摩托成功逃出了矿井 最终 大批的警察赶到了小镇 危机终于得以解除 而珍妮则接受了克里斯 两人也即将过上幸福的生活